哎呦 哥哥 快来吧 哈喽 你今天还是挺帅的 你小子怎么那么久才听我电话 你都被化妆了 给我打个美颜好不好 哈哈哈 想起哪儿吃什么 按摩加水价 养身排毒 跳伞挑流这些别带我 你要开飞机啊 要倒立着玩 承罚他第二天跑20公里 取消一下吧 求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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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承诺 那他自己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吧 我觉得 没有言 他说没有人机罐 咱还没要被子 怎么做个人吧 163要飞走了 啊 哎哎哎哎 我们要飞到黄浦江去 太麻烦了 我就是很想要玩 出发了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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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其实蛮舒服的耶 很浪漫 我觉得 我们可以玩到早上五点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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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你 这样 一 Hun wu 活 那她的 我觉得 我的朋友 什么玩意啊 好朋友就是你真心的想跟他在一起玩 同频的人互相吸引 经得起所有任何事物的系列 我认为最舒服的友情 其实是不计回报的一个付出 只要你需要我 只要你想我在 我一定会出现 同频的人互相吸引 然后不能刻意为之 这是我对友情的定义 真的很爱对方 然后希望对方可以因为自己变得更好 什么话都能聊 任何的秘密都可以分享 我对友情的定义是自己选的家人 很多东西可以没有 但是友情不行 通常和朋友在一起 就会做一些比较放松的行程 比如说按摩 真的去澡堂 在彼此家里面可能做做饭 点点外卖 吃火锅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跟我的朋友 深度聊天三到四个小时 就是互相治愈一些创伤啊 或者什么的 其实很需要身边的人 给到自己的一些肯定啊 安慰啊鼓励这样 平时我们的聚会种类比较多 有的时候是吃饭 有的时候是羊人杀 有的时候是密室 然后有的时候是打飞盘 其实平时还是爱逛商场那样的地方 买买衣服啊什么的 就是女孩子买衣服都是不嫌多的 是惊喜担当 对啊 这是小礼物 对 我最喜欢给人挑礼物了 就我特别喜欢给朋友 就是办惊喜生日啊 或者送礼物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 呃我的性格 我喜欢做且享受做的事情 我一般是就是组织委员 就是我会组织大家 从发起这个活动到活动细节 我觉得你们可以洗头 然后一个半小时到两个钟以后 在东方明珠集合 在东方明珠待45分钟 然后坐观光巴士回来 我提前回来给你做饭 然后包括出行程 通知集合 然后在群里发通知 我都是办这样的一个组织委员的角色 嗯 我觉得期待还是挺多的 因为毕竟有四个上海人 然后我一个外地人 我觉得我相信他们会把上海的 对他们来说的意义和回忆都会 分享给我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还是很期待的 其实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节目 跟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然后也希望就是观众朋友们看我们节目的时候 可以很放松 就是我们希望呈现一个比较放松自然的一个状态吧 我真的想看看在节目里面 我们这五个人凑齐了 然后又邀请了其他的朋友 能不能玩得很开心 所以想带着这种好奇 和我们朋友们一起来完成这一次的录制 一起开心的过一个好朋友们的周末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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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